《悲歡離合》 《永恆的虎柏》第十演繹 現在開始播出 一旦從來 動上新的光彩 有情 何以將悲愛變開 我的心 在場你的愛 王爺 度過多少君子 不再多感慨 情意永遠在你的心內 只來心盼待 人世永遠未變輸淡愛 無緣難將夢月開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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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如果看得久會頭暈 不過 她晚上上床後 也會看一會電視 今天有很多位經理 見夫人 是呀 他們每天下班都會向夫人報告一切 你知不知道 老爺的股市機構做很大生意 每年都賺不少錢 不過可惜 連一個子女都沒有 親戚呢? 親戚也不知多少 有夫人姐姐的兒子 老爺弟弟的兒子 還有幾個堂宅 為何不見他們來? 是夫人不讓他們來 自己這麼孤單 為何不讓親戚來坐下? 夫人真是怪的 夫人不喜歡他們來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們來也吵架 有什麼好喊? 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爭取要向夫人獻恩勤 想爭取夫人的好感 那也沒什麼不好 可惜他們不是真正孝順夫人 只不過是想謀奪她的家產 那班人真是笨 夫人無兒無女 她死了之後 錢自然是屬於他們的 何必爭 你不知道 因為他們想自己霸佔所有家產 那也太貪心了 那就是了 不過 他們偶爾都會來這裡 假意問候夫人 到時你會見到他們 在英格蘭南部出土 還發現羅文戒指 匕首 小刀等物 西文 夫人 西文 西文 今天來幹什麼? 幫夫人檢查身體 我 我不妨礙你聽新聞消息 那還不開始? 是 好了 檢查完了 我 還有多久的命 夫人會長命百歲 這麼長命幹什麼? 你不要發那麼多脾氣 還可以長多一百幾十年命 對了 你是夫人新請回來的護士嗎? 是的 這三種藥丸 每天復四次 吃點東西才好吃 這些針藥 每天注射一次 最好在吃午飯之後注射 知道了 醫生 夫人她很瘦 你要盡量勸她多吃點東西 我會盡力的 夫人 我走了 你多點休息 千萬不要發那麼多脾氣 慶姑 我想也不明白 夫人怎麼會給一個這麼年輕的醫生 跟他看病 哦 以前你醫生的爸爸 是股家的醫務顧問 所以老爺和夫人 都是由你醫生保健的 去年 你醫生就是因為血壓高 就被迫退休 所以才由他兒子來接手 而且大家又是世交來 夫人不可能反對 對嗎 嗯 雖然你醫生的年紀較輕 但是他也挺聰明的 怎麼樣 冷姑娘 什麼 你是不是留意到 你醫生偷看你幾次 哦 不是啊 你醫生對我都不錯 如果你喜歡 我可以和你們做媒人 做他兒太太嗎 怎麼會做他兒太太 哦 難道叫他來婚娶我 哎呀 你猜錯了 根本他還未結婚 真的 哎呀 有意思了 是不是 好 好了 下次他來幫夫人檢查 那時候 我就告訴他 然後就安排你們單獨見面 好不好 千萬不要 我只是想專心工作 賺多點錢 傻了 嫁給你醫生 不只手上有一張長期飯票 而且你醫生家裡環境也不錯 我配不起他 怎麼會說配不起他呢 不過 現在怎麼說也沒用的 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愛上你才算 嗯 嗯 為什麼夫人間房間 好像有一陣髮髮的味道 一定是整天關上窗 沒有新鮮空氣透進來 那對病人是無益的 好 讓我打開窗 讓空氣流通才行 這陣風 真是令人精神為之一陣 很冷 很冷 好冷 我雙眼 我雙眼 夫人 你怎麼樣 把窗門收起來 放下長衫 是 知道吧 扶我上床 快點 誰打開窗門的 是我 誰叫你打開 沒有 沒有人叫 不過 你想害死我 不是 只是這裡缺少氧氣 我打開窗戶 空氣流通 我這樣做 都是想夫人 你想冷死 我真 你想讓日子曬我的眼睛 我真想不到 你這麼年輕就這麼黑心 你馬上走 問瓊子兩個月的薪金 我永遠永遠不想見你 夫人 讓我事後你 求你不要趕我走 我知道錯了 我向你道歉 走啊 走啊 夫人 你… 進來 夫人 有什麼吩咐? 什麼吩咐? 馬上帶他走 給他六千元 虎柏 你做錯事 還不快跪下 夫人 虎柏年紀很輕 她不懂事 不過 我知道她對你很忠心 我求你給我一點面子 搖碎她一次 你知不知道她做什麼? 她想開槍冷死我 夫人 她不會的 她時時偷偷地祈禱 都是希望夫人早點好回來 不過 她年紀輕 不懂事 做錯了 就求夫人給她一次機會 帶她出去 虎柏 還不快多謝夫人 多謝夫人 告訴你 永遠不會再有第二次 出去 是 是 你上班也不夠一個星期 就讓夫人趕走 難怪她一年換十四五個護士 看情形 她一年可以換五十二個 我勤姑代人求情 也是第一次 到底你剛才做錯了什麼? 沒什麼 我只是打開槍 讓空氣流通 唉 你這個傻女 你知不知道 夫人最怕風和怕光 差不多四年了 都沒有人敢開過窗 每次抹窗 她都去休息室睡 夫人怎麼這麼怕光 因為她長期生活在黑暗裡 而且光有這麼像眼 她怎麼受得住 其實她不用困住自己 她身體很弱 去花園曬下太陽 有益身心 以前那個李醫生也是這樣說的 她說夫人缺乏了求生意志 她不想生存? 是為了老爺嗎? 當然 我不跟你談了 我要去廚房 看看夫人今晚要吃什麼菜 好 禽姑 自從上次我開了那隻窗 夫人束束一個星期 不要跟我說話了 但是今早她吃早餐時候 怎麼樣? 我發現她一邊吃麵包 一邊瞇瞇嘴這樣笑 是呀 是呀 好少見她這樣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夫人生日 哦 早前,你不是說夫人過了生日嗎? 是這樣的,夫人有兩個生日 一個是自己的生日,另一個是老爺的生日 這麼奇怪?老爺也死了 而且老爺和夫人的生日根本不是同一天 你不知道,老爺和夫人是同那天而不同那個月出生 因為他們夫妻恩愛,所以老爺還沒死前 夫人也和老爺同一天做生日 就是今天嗎?沒錯 難怪,我從來沒見過夫人這麼開心 只要是有關老爺的事,她也很開心 我真的覺得夫人很奇怪 有的 虎柏,你去了哪裡? 剛才夫人給了一封禮仕 我想去買禮物送給她 反正現在沒工作這麼空 沒工作,你知道嗎? 我四周圍找你 現在還未到四點,不是夫人找我嗎? 不是,是我找你而已 怎麼了? 現在夫人的房間很混亂 夫人這麼快就睡醒了 真是巧了,我難得出去逛逛 根本夫人就沒機會睡覺 為什麼? 你也不知道,三點也不夠 只有福人離一封禮 其龍和老爺。通知夫人過了 是什麼人,可能是錶少爺、 experiences 而且是咗子女 還有他們的戲蛋 嘈吵到sin 他們來了什麼? 他們說來跟夫人侮戳 你剛才不是說夫人不歡迎你們 不歡迎又怎樣? 他們要來都沒有他們的辦法 而且夫人也跟他們有親戚關係 既然他們來到就沒理由不開門 不過他們每次都要夫人下續客令才離開 那現在我應該怎樣做 你以護士的身份說夫人要休息 然後請他們去大廳吃點心 以前的護士都是用這個方法嗎 是呀,不過他們每次都做得不好 搞得夫人都不知道多生氣 我希望你有個好的辦法對付那些人 你知道嗎?太過怕事沒用的 他們不會怕你的 那你呢? 我?我又不是護士 我說的話他們根本不肯聽 我也沒辦法 那好吧,希望我做得來 姑媽,你聽我說 我是真不明白的 姑長的生意怎麼可以由外人打理 我是讀雙科的 應該給我打理才對的 我正式是工程師 舅舅的建築公司應該由我管理的 我說姑長在工廠由我打理才對的 我是學電機的 姑娘,我已經吃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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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由外人打理 我是和雙科的 應該由我打理才對的 停下 喂,你是誰? 喂,為甚麼抱起我兒子 快點放下他 好,不過你們要聽我的話 甚麼? 我是夫人的護士 夫人要五歲 請你們各位去樓下餐廳吃點心 混帳 我們不吃點心 是啊 我們要跟夫人說家事 沒錯 你是外人 你憑甚麼插嘴 我告訴你 如果你嚇到我兒子 我找來宣控告你 夫人有病,你們知道嗎? 當然知道 你說甚麼? 你是新來的嗎? 你懂甚麼? 病人需要休息 你們太吵了 影響病人的精神 現在我請大家下去 我們不下去 你們到底想怎樣 要達到我們的願望 你們請 你們聽到了嗎? 請下去 喂,你們到底想怎樣 走不走? 不走 好 阿芳 退股夫人去休息室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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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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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你們要見夫人 可以 不過你們要預約 甚麼 夫人每次才可以接見一對夫婦 你真是離譜 見自己的親人都要預約 真是笑話 真是笑話 假如你們真心來問候夫人 或者大家守秩序 不要吵得像街市一樣 我絕對不會禁止你們見夫人 但是你們… 你是誰? 憑甚麼要管我們 是啊 憑我是夫人的特務 夫人一直都有病 她不可以受刺激 不可以激動 要安心靜養 但是你們一來就這麼吵 根本就沒有關心夫人的病 她幾乎被你們逼到暈了 她又不是第一次暈 你也不想她暈的 你們到底打甚麼主意 想分股家的遺產? 告訴你們 夫人還有一百歲命 你們不要浪費時間 浪費心機了 甚麼話 還有 你們來探夫人的時候 請你們不要帶弟弟來 因為弟弟天真不懂事 她們不知道怎樣遷就病人 豈有此理 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兇的護士 簡直豈有此理 好 請大家下去留下吃點心 不下去 我們不去 我們不去 勤姑 帶他們出去好好招待他們 不去 我們不去 不去 現在我走你們五分鐘之內 要馬上離開 如果你們不走 我就報警 你報警關我們甚麼事 是啊 我們和這間屋的主人 有親戚的關係 我們不能來嗎 不行 親戚也好 甚至子女也好 你們未得到主人同意 擅自進來 我就可以報警 是來笑 警察沒有你這麼空 是 警察的職責 是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 他們接到控訴 不會不理的 我們不是來搶錢的 但是你們來刺激病人 你們都知道夫人有心臟病的了 還故意來大炒大鬧 如果夫人有甚麼意外 警方不理 他們擔當得起嗎 我首先打電話 請你醫生來做證人 然後再打狗狗狗報警 慢著… 我們走吧 B仔 走吧… 走吧… 好漢不吃眼前規 這個死妹釘真的很厲害 難道這樣就怕了她嗎 適時務者為俊傑 走吧… 看姑媽這樣的性情 她也不會做得很久 最多再做一個月 等她走了我們再來 來吧 人世風雨畫來 情依總不見改 想期待那真愛 從來我的心在打開 情愛一旦從來 動上新的光彩 有情不已將飛海 有情不已將飛海 遠遠看 目的心在著你的愛 旺野度過多少群苦 不再多感慨 情點渡減在你的心內 此內心攀戴 人世永遠未變思紗愛 夢魂難將龍躍開 江財一節《悲歡離合》 《永恆的虎拍》第十五回 由李安球編導 《岑海倫原著》 《五雪真》改編 主題曲是由馮天之作曲 鄭國剛填詞 《關谷英》主唱 《悲歡離合》 《永恆的虎拍》第十五回 現在經已播放完發 情依總不變改 想期待那真愛 從來我的心再打開 情愛一旦從來 倒上新的光彩 有情勿已將被我 要害我的心再長命的愛 光也度過多少群絕 不再多感慨 情依永遠在你的心內 紙內心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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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世永遠未見思想愛 無雲難將將落月灰 無雲難將落月灰 無雲難將落月灰 雖然明天 雖然明天